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二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第十五集,修炼 王林呆住了,迅速拿起仔细一看 这字体歪歪扭扭的颇为生僻 他自幼喜好读书,对于文字识得多种 想了好久,印象中的字体一一对比 最后勉强猜测一些韩语 这上面的应该是数字,并非具有实际意义 王林握着珠子,喃喃自语 忽然,脑中灵光一闪 他想到了刚才的梦境 难道与这珠子有关? 王林沉思少许,立刻躺在床上闭眼,强迫自己睡觉 可他此时精神焕发,怎么也睡不着 心中一动,他想起之前睡觉 是看着珠子自然而然就入睡了 于是盯着珠子,眼睛都不眨一下 渐渐的,昆衣涌现 不知不觉中,他闭上了眼睛 无边无际的空间又一次出现 王林站在这里,目露思索之色 他这次没有四处走动 而是沉思片刻后,不断地原地起跳,落下,重复循环 随着时间的过去,他跳起的高度越来越高 一直到现在可以达到小半丈 当身体里里外外,均都疲惫不堪时 久违的撕裂感再次涌现 接着,他苏醒 睁开眼睛的一瞬间,他立即下床 起步一跳,身子跃起老高 与梦中训练的结果一般无二 顿时,王林眼中露出不可置信的目光 狂喜的表情随之涌现 他深吸几口气 强压下激动的心情在房间内走来走去 表情变化飞快,时而深思,时而苦恼 时而还露出不解之色 额头汗水,哗哗地顺着脸颊低下 如果仅仅是可以在梦里锻炼身体 那么根本就是个鸡类 我在现实中也可以锻炼 没必要飞在梦里 王林喃喃自语 不对,这珠子吸收这么多充满灵气的液体 才出现第十多云 不可能是鸡类 一定还有其他作用 一定有 可是,可到底是什么呢 王林眼露执着之色 望却了身边的一切 全身心地投入在沉思之中 难道是 他脚步一停 脑海中仿佛抓到了一丝线索 尸声惊道 难道是时间 想到这里 他再也控制不住心情 激动地想要大声狂吼几句 他连忙狠狠地握紧拳头 身体颤抖地盯着珠子 如果真的是和时间有关 我,我铁柱即便是天资再查 一定会成为仙人 王林声呼吸数次 这才略微恢复正常 他二话不说 立刻翻出屋内的油灯 在里面添满油后 握着珠子呆呆地坐在一旁 心里默默地计算时间 约摩两个多时辰后 满油的灯火熄灭 王林连忙倒满油 点燃后拿着珠子 再次进入梦境 这次他没有练习跳高 而是盘膝坐在地上 默默地数着数字 计算时间 半个时辰 一个时辰 五个时辰 十个时辰 二十五个时辰 身体撕裂感出现 王林睁开双眼的一瞬间 幽灯有了熄灭的迹象 十倍的时间 梦境中度过的 是现实十倍的时间 王林兴奋地站起 紧紧地握住神秘珠子 内心里第一次 对于修仙有了十足的把握 此时已经日上三竿 王林收起激动的心情 没有马上把珠子用于修仙 他深知 若是在门派内 白天使用珠子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被人无意中发现 到时候自己绝对保不住 于是 把珠子放在储物袋内 推门走出了房间 在山泉处 弄了不少泉水后 他回到房间 开始制作灵气泉水 夜晚时分 他把房门锁好 用一条绳子拴在门上 另一头系在手臂 这样 只要房门被打开 他立刻会察觉 喝了几大口泉水后 体内热流涌现 王林立刻握住珠子 进入梦境空间 无边无际的梦境中 王林盘膝坐地 普纳呼吸 四周的发光体 在王林闭目修炼时 散发出柔和的光束 落在他身上的一刻 化成点点光斑 悄然无息地钻入他身体内 对于这一切 王林没有丝毫的察觉 待了大约一天后 他身体内的泉水灵气 消散一空 不过这一次 他明显感觉身体的不同 以往喝完汤药后 身体虽然有热流出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终灵气会全部消散 可这次却不一样 虽然依旧消散 但却多多少少 留在体内一丝 虽然不多 但却给了王林 非常大的信心 他猜测许久 搞不明白问题的所在 最终把疑问 归结于神秘珠子上 因为不能自主的离开梦境 无法补充泉水 王林又尝试吐纳了许久 最终发现了 这梦境与外面的不同 在外面 他吐纳时 虽说没有乙虫攀爬的 灵气入体感觉 但坚持一个月后 他发现 每次打坐都会精神焕发 全身充满了舒坦感 可在这里 泉水灵气消散后 再吐纳 他却没有那种舒爽的感觉 反而打坐时间长了 会气短胸闷 沉吟了片刻 王林脑中隐约有了猜测 这一切 或许与灵气有关 梦境空间内 没有灵气存在 他越想越觉得正确 皱着眉头自语道 若是能把外面的泉水带进来 那就好了 想到这里 他忽然心中一动 低头看了看自身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他身上穿着内门弟子的红色衣服 这让王林很是不解 连忙摸了摸 怀里放有储物袋的地方 发现储物袋消失了 衣服可以出现在梦境空间内 可储物袋却无法出现 他苦思少许 决定出去后实验一下 到底什么物品可以带入梦境 什么物品不可以 时间很快过去了 二十五个时辰到达后 撕裂感再现 王林在现实中清醒 他心中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为什么每次只能坚持两个半时辰 带着疑问他把泉水倒入葫芦内 揣在身上准备进入梦境 可这次无论他怎么盯着珠子看 都始终没有任何困意 王林心底一惊 随后仔仔细细的想了很久 压下心中的担心 闭上眼睛苦纳呼吸 渐渐的他的呼吸平稳 天地灵气不断的被吸入体内 消散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丝 不过这些距离宁气第一层 还要有很长的路程 一天的时间 在他吐纳中渡过 期间他食而拿起泉水葫芦 不断地喝下灵气泉水 保持身体内外灵气充足的状态 除此之外 更是一次次握着石珠 想要进入梦境 可惜啊 一直都无法成功 夜晚再临 他睁开双眼 隐约能感觉到身体内那丝灵气略多一点 若是往常啊 他一定非常兴奋 可现在他却心绪不宁 再次拿起石珠盯着看去 忽然 困意涌现 王林脸上露出喜色 连忙收回目光 过了一会儿困意略消 他站起身子 摸着下巴在房间考虑了半天 回想之前四次进入梦境的前前后后 最终发现了一个问题 最早的两次进入是连续的 第三次是在观察油灯两个多时辰后才进入的 至于第四次更是间隔了一个白天 由此可以推算 进入梦境存在一定的限制 稳妥的方法 就是每次需要间隔至少两个多时辰以上 这样才可以确保进入 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啊 王林开始准备实验 到底可以带入什么物品进入梦境 他为这次试验弄了很多东西 首先是三个葫芦 一个是之前剩下的那个装着露水的 一个是空的 最后一个则是装着拳手 破碎的十碗碎片也被他揣到怀里 除了这些啊 他更是从自己包裹里拿出干水 衣服等物 全部缠在身上 这才盯着珠子进入了梦乡 在梦境内啊 王林立刻检查全身 干水衣服 十碗碎片都在 唯独三个葫芦和储物袋没有 疑惑之下 他忽然想到梦境空间内没有任何灵气 脑中随之啊 升起了一个念头 能够带入梦境中的全都是房屋 或者可以说这些东西上没有任何的灵气 而三个葫芦 储物袋 这些东西上多多少少都含有灵气 所以无法带入此地 轻叹一声 王林哭闹起来 若是不能把葫芦带进来 只是每次进入梦境前 喝几口泉水 根本不够自己在这里修炼的 想到这里 他漠然神色一动 脑海中仿佛抓到了什么重要的地方 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抓到 这种不上不下的错觉 让他立刻沉思起来 冥思苦想 顺着刚才的思路 一一整理下去 许久之后 他面色异性 想到问题关键所在 泉水充满灵气 无法带入此地 但喝到肚子里后 在这里却并未消失 也就是说 这一切并非绝对 只要自己想个办法 说不定 可以把灵气泉水给带进来 静等二十五个时辰过去后 王林立刻走出房间 在山里小路上徘徊寻找 采集了几个野葫芦 然后匆匆回来 他认为之前三个葫芦 之所以没被带入梦境 是因为葫芦长期注入露水 造成本身 蕴含了一定的灵气 现在他用刚刚摘下的葫芦 容纳灵气泉水 说不定可以骗过梦境 带入进去 两个多时辰后 王林身上挂着四五个葫芦 进入梦境 在进入的那一刹那 他立刻检查身上 惊喜地发现了 葫芦全部都在 打开一看 里面的泉水也没消失 喝了一口 依然还是具备灵气 兴奋之下 王林二话不说 喝了一大口 潘膝坐地 开始了心无旁骛的修炼 每次体内灵气消散 他便立刻喝几口泉水 渐渐地 一丝丝灵气 缓缓地积累在体内 慢慢地改变着他的体质 向着宁气气 第一层不断地接近 四周的发光体再次化作点点光斑 钻入他的身体内 无声无息 以王林的灵根天资 若没有神秘珠子 没有灵气液体 那么他需要数年的时间 才有可能灵气第一层成功 如果加上化灵草 怕是每个三五十年 根本不会成功 孙大柱一个月的汤药 缩减了这一过程 王林无意中散功 去除了化灵草 但即便如此 也是需要十年左右 才可以修炼而成 但现在 王林灵气不缺 又拥有了时间增加十倍的梦境空间 宁气气第一层 指日可见 山中时日 转眼飘过 两个月后 王林在梦境空间内 闭目吐纳 他在这两个月内 已经把神秘珠子 研究得彻彻底底 这珠子 每天可以进入三次 每次均都是二十多个时辰 加在一起 相当于六天 现实中的两个月 实际上 他却是修炼了一年 修炼是一种极其枯燥的事情 王林之前 并未感觉到这点 可这段日子呀 他却深有体会 每日有泉水帮助 连饭都不用吃了 整天就是打坐修炼 吐纳呼吸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